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给他一锁子 其实我知道 吴斯东也是受害者 毕竟他是被上了身 但这会儿豆腐的死 还有后来一连串的经历 让我产生了迁怒的心理 再加上众人狼狈不堪 他却站在我们对面鬼笑 实在让人不得不窝坏 我抽出强制的瞬间 林教授吓了一跳 一下子抱住我的手 说使不得不要冲动 林教授哪里能看得着 我去杀他的学生 这一阻止 我的手就偏了 一枪打空 而这时 对面的吴斯东猛然一转身 朝这右侧跑了过去 本以为他等在外面 是有什么动作 谁知这小子竟然转身就跑 其余人都愣了一下 我有心要收拾他 立刻奔出木道追了出去 这一跨出我才发现 原来在对角的另外一个兵俑所在的位置 赫然也露出一个通道口 吴斯东速度很快 身影一闪 便进入那黑漆漆的木道里面 我平日里脚程也是很快 但经历这么一番折腾 背上又背着豆腐 哪里追得上吴斯东 传言 林教授他们总算是回过身来 紧跟着追了上去 这会儿众人也顾不得多说 心知若放任吴斯东这么下去 只怕还不知要给我们添多少的乱 不管怎样 先抓到人再说 他们反应过来 跑得比我快 我背着豆腐 很快拉在最后面了 吴斯东所在那条木道 和前一条木道是有所不同的 众人追出几十米开完 眼前就出现一条向下的阶梯 让我们觉得惊讶的是 这阶梯上竟然密密麻麻 爬满一种类似苔藓的植物 有一些植物适合生长在阴暗的地方 这个我倒是不奇怪 但这墓室里有没有水 这些植物是怎么生长的 林教授反应很快地说 看来这下面应该有水 从墓室的结构来说 墓里进水是大机会 当然不排除有些人为因素 风水的原因 特意在墓室中修建水道 巡抚一代著名方式 思想必然和常人 是有所不同 他这么做究竟是何用意 我也不得而迟了 只见眼前阶梯较为狭窄 上面留下一串清晰的脚印 应该就是吴思东留下来的 根据脚印的跨度感 这小子几乱是三步并坐两步 再跑 再晚 只怕就把我们甩开了 众人未防有诈 便由机器人一号带头 鱼管而入 我背着豆腐 上身重 下身轻 脚下有湿滑 一不留神便甩个狗吃屎 将前面的人给推了一把 由于阶梯湿滑 这一推就起了蝴蝶效应 众人挨个就往前倒 顺着坡度很低的阶梯 就往下滚 只摔得晕头转向 半晌了才倒地 得亏台阶上布满了 类似台形的植物 才没发生流血时间 只不过身上还是疼得厉害啊 一时间脑袋里是七魂八素的 我忍着痛 准备站起来 便听身后有人说 哎呦妈呀 他他他他疼死我了 我顺口就说 忍着 不是 话说完我就愣了 忍不住一转头 便对上一张 发青的脸 疼武服 他瞪着看着我 你当然不疼了 因为你现在压在我身上 他骂他 老子成你垫背的了 我忍不住闭上眼睛 甩来甩头 寻说 自己是不是出现幻听了 不仅幻听 还加幻视了 但等我再一次睁开眼神 豆腐依旧是睁着眼的 呲牙咧嘴 神情活灵活现的 小豆 你 你诈诗了 你还有什么心愿未了 想要媳妇是不是 等回国 我给你烧个十个八个的 现在这不是我的幻觉 因为其余人也是目瞪口呆 端飞指着我背上的豆腐 手抖个不停啊 我连忙将豆腐结下来 把双眼睛盯着他目不转睛 一时间也顾不得去管五四洞了 只见豆腐脸上青涩 已经退了不少 在我们的目光中 他的神情紧张起来 就说 你们这是什么眼神啊 怎么跟见了鬼似的呀 随即他又看了看周围的环境 由于刚才那一摔 我们的头灯是灭了大半了 周围黑乎乎的一片 也看不真切 但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空间 不过这会儿 我也没心思研究周围的环境 脑海里只有一个问题 豆腐现在究竟是人 还是粽子 如果是人 死人怎么会活过来 如果是粽子 粽子怎么会开口说话呢 豆腐追问着我们 我们却没人开口 显然 这离奇古怪的一幕 让人有些难以接受 当时豆腐的脸 已经完全变成青紫色 脉搏也已经停止 浑身僵硬而冰凉 那绝对是实打实地死了 现在突然来这么一处 人谁也受不了啊 我先是觉得发懵 紧接着有些高兴 虽若我不知道 豆腐现在是个什么状态 但总比是死人好 我没吭声 不动声色地伸出手 扣上豆腐的脉搏 一下子 我便感觉到了脉搏的跳动 是个活人 豆腐被我的反应搞蒙了 将手一缩 唾沫乱飞的时候 你摸什么缩呀 豆爷爷是随便摸的吗 再摸就要给钱了 我听完 直接一巴掌 就派他脑袋上 骂他 闭嘴 说 你究竟是人是鬼 他妈的 你没死 装什么装啊 这一刻 我感觉自己浑身的血液 直往脑门上冲 愤怒和喜悦交织在一起 恨不得把 刚活过来的豆腐 又掐死算了 克制下这股冲动 我对林教授当人说 是活的 林教授露出 不可置信的神色 慢慢走了过来 看来是想检查一下豆腐 但又怕豆腐 是歧视的大粽子 因此显得特别的古怪 片刻之后 他还是握住了豆腐的手 开始耗脉 紧接着 又开始探鼻息 续 林教授压然说 真的是活人哪 有林教授这个保证 其余人也立刻围拢过来 跟围观珍惜动物似的 对着豆腐是又掐又摸的 豆腐整个人还蒙着呢 不明所以 刚要发怒 便被段飞摸了一把胸 豆腐怒容易收 红着脸对段飞说 妹子 吃不多人 你这样多不好啊 咱们可以私下里再来吗 我复杂的心情顿时淡然 虽然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知道 眼前的人是豆腐无物 既不是粽子 也没有被什么鬼怪上身 因为除了他 没有谁会这么不靠谱了 端飞一听 无嘴切笑 转而在豆腐身上掐了一把 说 美的你 谁要给你死下来啊 这么一打岔 众人不把豆腐当猴子看了 转而为这豆腐 询问原因 豆腐却是一问三不知 只记得自己 被一股无形力量胁迫 掐住自己的脖子 然后就晕了过去了 他说 其余的我就不记得了 随后他看了我们一眼 神情诡异就说 刚才你们说什么 死了又复活 难道我死过一次 别看他平日里粗之大业的 事实上只是不喜欢计较 并非真的蠢 关于死而复生的事情 我也不打算瞒的 将各种经过一说 豆腐目瞪口呆 楠楠说 死而复活 我明白了 他神情一变 仿佛是想起什么重要的事情 众人立刻将视线 集中在他的身上 边见豆腐一脸不可置信 随后是狂喜 随后又是一副 高深莫测的神情 叹息说 原来我居然是 耶稣转世 我一听 差点没被自己口水呛死了 相传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处死 后来又复活了 豆腐这神奇的想象力 俨然把自己当成 某为神灵转世 我苦笑一声 也不想教训他 人活着 比什么都重要 刚才的话 我就当 没听到吧 豆腐死而复活之事 实在是过于离奇 众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却听顾文敏忽然说 会不会是装死呀 任装死 能装得满脸发青 说完 我想起之前和顾文敏分道扬镳的事情 多少有些尴尬 虽说豆腐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但是当时那种悲痛感 却难以忘怀 我没有后悔自己当时的决定 在鬼舍之面的事情 诅咒没有解决之前 我不能再跟他亲近了 顾文敏没有和我对视 一开目光 对林教授说 我说的装死不是人 而是动物 有些蛇在面临危险的时候会装死 它们的身体和筋肉会僵硬 生命特征会完全消失 只有在精密的仪器下 才能被监测出生命特征来 他这么一说 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先说 难道豆腐之所以会死 是因为在危难关头动物化 启用了蛇类装死的本能吗 人类真能做到完全的动物化吗 如果真是如此 豆腐此次倒是因祸得福 我心中暗暗庆幸 见豆腐脸上的精子已经褪去大半 不由得也松了口气了 众人见豆腐活过来 士气大振 神色轻松起来 队伍里的气氛也没有先前那么凝重了 纷纷打开头灯 开始观察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 您刚才听到的是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